然后他道成荣生了 已经最卑微的时候呢 然后现在他上十字架了 对不对 三十三年半之后呢 你知道各位 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 这个只要是有罪的时候 有罪的情感意志 这个是必定会起争斗的 必定会相争彼此控告 你错我对我对你错 必定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一定要带着人性 那个没有原罪 没有犯过罪的 纯心顺服 圣经是这样说 纯心顺服 以至死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基督最深邃 我们讲最深邃 也最低谷的 最彻底的谦卑来的 我们主耶稣的荣耀 最荣耀的地方 现在他降卑了 各位注意听 现在要讲的 他在科西玛尼院 他极其忧伤了 圣经说 他向西伯来书 他向父 哭号 哭泣 忧伤的哭泣 父啊 你能够挪去这个背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他这样做了 然后很多人问 请问他的忧伤 是忧伤什么 他怕痛吗 这个钉子这么长啊 这个钉在我的手 痛啊 钉在我的脚痛 然后流血出来 然后死掉 各位我问各位 你们觉得十字架 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很多人 是一想到十字架 你第一个想的是 那个皮肉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每次说 因他的边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先想的时候 哇 边伤 痛啊 然后呢 医治 主啊 现在我的身体 医治我 我有什么病 搞血压 糖尿病 医治 我们先这样想的 对不对 我有经济的问题 主啊 那个外体的东西 我们先想 我跟各位说 十字架 如果我分成三样东西 那个十字架的牺牲 那个恐怖是什么 现在 主耶稣在科西马里面 哇 我要将背到 最深的低谷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要取代 替代我的圣民的时候 那个的挣扎是在哪里 第一 我们先明白的是 疲肉之苦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最浅 最superficial 外表的 他死在十字架上 就钉了 钉了 因他的边伤 我们得医治 因他的刑罚 对不对 就是我们得平安 所以我们先 先想到肉体医治 所以很多人 来到主的面前 肉体医治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最浅的 也这个本身是不够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今天你们明白 十字架是 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是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是 现在呢 他没有罪的他 他上十字架 然后 他受万民的羞辱 践踏 现在呢 所有人的罪 的控告 你只要犯了罪 你一定有受控告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 被控告的时候 我们要隐藏自己 我们get defensive 没有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其实里面很受控告 内疚感 自卑感 这些都是你受控告来的 现在这些东西 全部在他里面 他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心 要承受万民 受控告 受羞辱 有时候你犯了罪 你被发现的那个羞辱 对不对 万民都犯了罪 被发现的那个羞辱 因为撒旦是在上帝的面前 这样控告 圣民的 全部在他的心中 所以他现在要受那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所以呢 比原来你的肉体 更痛苦的 各位知道吗 你的心里面的羞辱感 自卑感 控告感 你精神的折磨 那个东西是 其实那个东西 在十字架上面 各位了解吗 然后再 比这个更深的是什么 再比这个更深的就是 在他最后要死的时候 他讲 各位都知道 对不对 以来以来 拉玛撒巴 拉玛撒巴去谈 对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你离弃我 那个时候 在永恒里面 父子从来没有分开的 那个关系 永远的爱 无限的爱里面 在那个撒那 天父上帝的震怒 在他的身上 上帝用审判的眼光看他 把他的那个 人家这样讲 震怒 夹在神子的身上 所以那个时候不看他 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是 取代了那个之后 你的灵魂 能够从永远的地狱 被拯救出来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原来最极限的痛苦 是在那个时候 原来不是那个时候 皮肉 我们一直想皮肉 钉下去 我们一直想这个东西 对不对 其实你知道吗 一个人永远永远的灭亡 那个事情 原来他取代 所以他做了 没有任何的圣人 道德家能够做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圣人 道德家能够带来的拯救 他带来了 所以人之来 我要赐给人永生 叫人因他得救 因他得永生 所以上帝爱世人 叫 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各位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吗 就是 其实十字架 其实我这个心情 应该要复活节 受难节讲的 但是原来我发现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领受 那个争议的时候 我们快快忘记 我们的羞辱 我们主耶稣的羞辱 我们快快忘记 主耶稣的荣耀 对我快快忘记了 然后进到事物性的东西 人事的东西 纠纷的东西 分歧的东西 就是这个问题来的